舍离是金刚不坏的 这个舍离塔不是里面供舍离的 是告诉你那是你的身体 你自己要把人像破掉 把我像破掉 把众生像破掉 把受者像破掉 最后变成三面野身 那么就是金刚塔身 最后此金刚塔身放大光明 照耀法界 自己不见了 自己变成金刚塔身 所以今天会用到三个宝贝 转经轮 法轮 金刚塔身 金刚塔的这个 舍离塔 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 经济条件还可以的 把它请回家中去用 对着它修 今天待会儿要练你们的仪轨 你们会发现你们会快速的变化 因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突破 就是你有身见 就是你有知见 老子说 既无无身无有何患 无之大患未无有身 你们的祸患就是你们长的这个 人皮这个样子 然后你很喜欢这张人皮 很喜欢这个人体 这就是张爱 一切的张爱从这儿来 那你就把这个毁掉 毁掉你还活着 重新用金刚塔建一个自己的身 自己不是镜子里的这个肉身 这个镜子里的肉身里面有个金刚塔轮身 叫五轮塔 那今天只能带着大家用 这个五轮塔 然后下一次专门有个五轮塔 塔身关的灌顶 是帮助你把这个五轮塔身 真正的建立起来 这五轮塔身的大概意思 跟大家先讲一下 是从空性里面生出地水火风 我们组成世界的五大 叫地水火风空 一切是从空中化出的地水火风的变化 化成的众生相 所以是五轮塔身 是从空性里化成的地大 上面成就的地水火风 那么最后 这个透明的这个部分 这个透明的部分 相当你的穷龙 胸隔膜下的黄亭里面的结构 是在这静明的 金刚不染的 所以他们用了透明的 这个水晶体来做 那么在这之上就到了胸腔 所以是有一个圆形的 这个一个方形的一个结构 中间有个圆形的 这个下面是胸膜上端的胸腔 上面是胸腔结构 再上面是这个喉轮 喉轮上去是顶 出了头顶之后 这个喉轮上去是十二重楼 所以你看到它像一个螺旋的十二重楼 十二重楼上去到头顶 喉轮上去到头顶 上面这个圆的就是你的头顶 天灵盖 天灵盖上面开莲花 出去你自己的 比如这那顶上行 半月轮化成千叶宝莲 拖着你的真正的空性身 金刚身 金刚不坏的暴身成就 在上面这个小宝葫芦这个地方 是代表了你的胸腔下腔腔 然后最后上面一个空明点 回归法界 化空归法界 所以五轮塔身关的秘密就是 你要修成金刚身 你的身体要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菩提心第五项 以致我没有讲 是因为你没到那个层次 今天我们为了帮大家除账 能够成就最后的塔身关的信息 所以在最后会把这个应用上去 所以要重视这个塔的妙用 不是多少钱 这是你 这是你的金刚身 你告诉他值多少钱 无价宝 师父开光 他就有全息性 师父的塔身关已经修成 他就变成师父的塔身关 给了你 在加持着你 在引导着你 你自己 这个阿赖耶什库里有了它 你就容易修成这个 已经有种子了 只是让它开花结果 变成你自己的 这个金刚 不换身 将来在这个 透明的 这个穷龙里面 再画极细身 这是第二层的细身 细身 要用气脉明点 七脉明点的妙用 这就是法轮的妙用 你们在藏传佛教的 这个寺院的顶端 或者是 这个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个法轮 有人拿来拜 不是是给你用的 它的秘密在哪呢 就是我们人体 体内有三脉七轮 真正的三脉是 这个 任度二脉 毛有脉 中脉 是此三脉 每一个脉中间 都有三道脉 左中右 这是任度二脉 毛有二脉 中脉 又叫冲脉 这是三道脉 三脉 三脉 总共在人体 形成了七个轮 七个轮 那么 有顶轮 眉心轮 喉轮 心轮 然后 肚脐轮 生肢轮 海底轮 实际上还有两个轮 繁血轮 还有地心轮 那么 所以是 这个法轮 它是 正规的法轮 它是一定是外缘 内又有一个缘 那么 八道脉 所以是你们看到 它是八 这个像八卦 九宫一样的一个格局 那么 在这个轮中心 这个地方 有三个像鱼 阴阳鱼一样的东西 精气神 三宝 汇城的 中央的明点 里面 发生变化 这个轮可以横着转 可以在前面 纵着转 可以这样横着转 所以不是你们拿来 只是拜拜 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 那么这个轮成就了以后 动起来了 你最后才成就了一个金刚 不动 身 轮在哪儿转 就在这个尖尖转 尖尖 也就是天有个轮 地有个轮 前面有个轮 后面有个轮 左面一个轮 右面什么 最后 玄 玄的东西 精气神 精华被储存在这个宝珠中 于是成就了 颅脑腔 胸腔 下部腔 三个金刚鸣点 传统称为金叶环丹 玉叶环丹 紫金大丹 你才能成就 里面才有 有了这个宫殿 里面才有神的变化 才有三世佛成就 你体内每一个细胞 光中化佛 无数亿化 菩萨仲义无边 是靠精气 画出来的神 是光中化 光中化 它要有光 还要有气 还要有业 它才是活的 否则它就是死的 所以这个法轮 十分重要 那么这个转经轮 大家看西藏 从懒到藏民 几乎每个人手中 都有一个转经轮 有人说自己懒吗 太费劲了 让他转呗 他整天转 然后我就不用转 那是你自己的瞎猜 他转动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顶轮 你的颅脑枪 有一个轮叫天盘 你的下腹枪 有一个轮叫地盘 你的胸枪 有一个轮 横着摆着的 法轮是人盘 天左旋 地右旋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的 圣者 早都观察到了这个万物的化身 都是天地和造就的 是三彩 所以他们要把三彩 通过你的人体的气身 聚在你的体内 发生核聚变 最后导致核略变的变化 才能红化你的身体 光化你的身体 所以这个天旋地转 是每时每刻 要跟它同步的 你的灵 才能不停地增加量级 才能成就 这才是转经轮 这个转起来的原因 有人说转经轮要往哪转 天怎么转呢 天左旋 天左旋 那就让它往左旋 往左旋 它没有拿到下面转的 都是拿到什么 拿到上面再转的 拿到上面转 然后 是不是左旋 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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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左旋的过程中 是不是带动了全息 带动了你身周围的气流 是不是带动了天的气的下降 天气下降地气在那 生生 你要不要转 你要不要转 就是送多少咒不重要 配合着做六字大明的观想 才是最重要的 是叫观 是吉祥三宝 是密修三宝 大众没有重视 这些东西都是艺术品 摆那好看 不是 是给你用的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在施身法之后 会引领着大家 你们上供下丝 自后完了 要化成 要化便 要化便 而这才除了章 除了章以后 你要有成就 才叫除了章啊 所以你必须把自己的肉身 剁碎 不要再想着自己长这个样 下次你照镜子 你不用照镜子 你看五轮塔 你长这样 真正有功夫的人 一透过你一看 他不是人了 他已经是五轮塔了 所以这个样子 才算你有点成就 你的肉壳身 才能化成大身 空明身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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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